先來給大家看幾個東西 一個是這個 之前救生應該都有聽我講過這個東西 不是特別要這個 像這樣子的材質 等下大家可以摸摸看 它是一顆藍牙喇叭 我們講說如果你的樂器是新的 或者是說你一個禮拜大概就只有今天會來這邊吹樂器的話 你可以考慮買一顆像這種喇叭 好這很容易買到 菜市場就有了 但是重點是材質就是 像這樣子軟的 然後這個外面有個矽膠這樣比較好 那怎麼用它呢 我們是拿來幫我們震動我們的樂器 或者是你新買來的 新買來的樂器 然後 你覺得聲音還不是很好 不是很開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去 找看你有什麼東西可以幫 就是把聲音從這個藍牙 對對對 然後 丟到裡面去其實有點危險 怕它塞進去之後出不來 這樣 對 所以會建議是說 如果 用一個布稍微把它包著放在口的地方就好 對 對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藍牙喇叭 看一下有什麼東西可以 嗯 你說這個好 放什麼都可以啊 其實 什麼音樂 但是放沙春的音樂當然是更好 像這樣 它其實有個聲音這樣 這麼小聲可以嗎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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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其實你放到樂器裡面 主要是要它那個震動 但是又不要它太大 因為它太大所以怕把你的樂器 什麼靈見證鬆了 這樣子 對 像有的那個 什麼低音 什麼低音 就有10瓦 20瓦 那個其實也不要 像這樣 你稍微把它 用你的那個 吸水布就好 然後就把這個 放在這裡 放進去它會共鳴 它會跟大家去 對啊 然後你可以摸摸看這個樂器它就會抖 有這樣的效果嗎 有這樣的效果 有這樣的效果 它其實就會幫你把樂器抖 有它其實抖很大 有它其實抖起來很大 有它其實抖起來很大 你抖起來很大 你抖起來很大 對對對 因為 你吹樂器的震動 是聽歌的時候放掉 還是吹的時候 沒有放放放放 就是你用一個拉台的時候 可以這樣 來 那種卡拉OK的 好 所以 這樣子就可以幫你震動你的樂器 然後你就會發現 在你正個 正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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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的一個下午 有期限嗎 你其實 譬如說 如果你是小馬的樂器 就不要生了 就沒有必要 那個原因是這樣就是說 有的樂器呢 像Selma的樂器啊,或者是Yamaha的樂器可能也不用 就是他們手工的部分做的比較多 所以手工部分做的比較多就是它是敲的 對對對對對 它整個像那個Bail啊 那個Athos就要這裡 哈哈哈哈 那個很特別就是 那個像一般來講我們這個Bail主要是出來的這個地方 出來的這個地方它是兩... 有的是用兩片去折的 有的用一片去折再焊起來 那在這個成型的過程當中 標準的方法應該是用敲的 可是因為科技的進步 它可以很快把它做到這個形狀 它可能用壓的壓起來就焊起來就直接出來了 可是裡面的這個形狀原來金屬它都是銅板 可是你經過這樣彎曲了之後 它的那個分子的排列會不太一樣 所以它的分子就會有一個物理上面叫做硬力在裡面 那硬力要消除掉的方法靠震動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會有所謂的樂器吹會吹開這種狀況 就是因為你在震動它 一直吹一直震動 那可是 你的... 如果你練習的量很少的話 你要正開它可能要花個半年 所以你要過半年之後這個樂器的聲音才會變得比較好 那用這個方法的話就是 等於是有人一天二十四小時在幫你吹樂器 讓你不要那麼誇張 那你今天震個... 震個四小時就很... 你夠了 所以如果你新的樂器你覺得 奇怪吹起來好像不是... 不太容易推 你可以這樣震個四個小時拿來吹 你會發現 變好吹 對 但是... 就是新的樂器它比較容易會縮回去 但是大概你震個一兩個禮拜其實 如果每天震四個小時的話 一兩個禮拜 頂多一個月其實就差不多了 對 你有沒有發現 诶 震起來已經沒有什麼特別 覺得有差的話就不要再震它了 對 對 所以這個 像這顆才兩百塊的 呵呵呵 因為市場上有... 市面上有賣真的 就是專業的在震的東西 那一顆要三千塊 但是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沒有什麼差別 這個就可以了 對阿 然後... 對這個是... 一個是這個部分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有講... 欸... 有沒有在板上貼 就是說我們再來的... 剩下的幾堂課 不會比較注重在發... 比較簡單的曲子一兩首就好 但是就是... 呃... 會在自由練習的時間 趕快找到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找來... 吹一個曲子給我聽一下 發現一下問題這樣 對 像昨天... 昨天吹的時候有一個同學一來就是... 那個... 樂器有問題的 對 那... 那個問題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問題太容易發生 所以... 應該跟大家說說一下 我們在收吹嘴的時候啊... 嗯... 收吹嘴的時候... 原來吹嘴都這樣對不對 那... 你如果今天要上吹嘴... 還有要收吹嘴的時候都一樣 最好是先不要... 先不要上那個黃辯跟素吹 直接先上吹嘴 上好吹嘴之後 再去上那個素吹 因為... 有的素吹比較軟它會變形 你這樣轉的時候它就變形了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是... 拿這個脖子的方法 很多人拿脖子就這樣拿 這樣會死的哦 因為... 這一段跟這一段都很軟 所以如果這樣... 有時候用力... 兩邊一起用力然後這邊就變形了 對... 然後... 你要怎麼知道你自己的這一段有沒有問題呢? 就是... 你按一下你的高音收跟... 高音收 就是... 上面的一點收 你按下一點收的時候啊 這個... 上面的這個蓋子應該是要蓋得好好的 滾風不動 然後呢... 你放開變成高音拉的時候 一點拉的時候它應該要馬上跳起來 然後你可以試試看 你的... 手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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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邊的手指頭在動的時候 它應該跟你動的速度是一模一樣的 如果你發現它會慢的話就是有問題 然後或者是說... 你... 按下去的時候 按著收的時候它沒有蓋起來 或者是沒有蓋緊 就表示它變形了 對... 那這個地方有問題的話 你吹起來絕對會痛苦到過 對... 那這個問題的造成都是因為... 都是因為你在拔吹嘴跟上吹嘴的時候 用了錯誤的方法去抓 它就很容易把這邊抓壞掉 那... 到底應該怎麼抓呢? 那你的... 左手伸... 如果是右手的話就倒過來 如果是... 就是... 正常你是用右手拔東西 然後你是... 不是左撇子的話 你用左手伸出來 用你的... 食指... 跟大拇指... 夾住這個中間的轉彎的這個... 這個... 翹翹板的這個支點... 抓這個支點的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是汗死的 它最安全它不會動 那所以你用這個地方抓住它 然後你的手啊 就靠在沒有東西的這塊 像這樣 所以盡量的其他的地方 這個... 這個... 中間這一塊... 這個細的地方都不要碰到 就抓住這個支點 然後撐住這個下面就好 這樣可以嗎? 看得到... 像這樣 所以你會發現你手碰到的地方 都是本來就不會動的地方 這樣最安全 然後呢 再來就是... 你用你的右手啊 抓住吹嘴啊 像騎摩托一樣把它轉下來 這樣 你就完全不會動到這一根東西 然後上吹嘴的時候也是一樣 一樣這個方法抓著 然後... 轉上去 這樣 這是... 這是最安全的方法 這樣... 這塊就... 不會變形 對... 那... 不幸真的變形的時候怎麼辦呢? 你可以... 如果在外面的話 你突然要表演 我要變形了 你要急救怎麼辦? 如果你發現 你按了... 收之後它沒有蓋起來 你就把這個下面啊 壓下去 讓它呈現蓋起來的狀況之下 稍微用手按一下 壓幾下之後 不要壓太大流 壓幾下之後看看 再按收 看有沒有蓋起來 沒有的話再壓幾下 它這塊非常非常軟 所以才會很容易變形 但是你也可以自己壓 就是把它壓回去就好 只要它那個收的時候是蓋起來的 你的高音就不會有問題 對... 低音也不會有問題 要不然低音會吹不出來 下不去這樣 對... 對... 但是如果... 你現在發現你的手蠟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先拿來... 如果就在教室的話 就趕快拿來找我 哈哈哈... 對... 比較安全一點 對... 老師可以再講一遍 你不是說這個... 要用這個板證是怎麼板證 就是說如果你現在發現說 你現在如果按著高音收啊 你的這個... 這個上面的鍵沒有... 沒有蓋起來的話 你就表示它翹得太高了 所以你這時候就... 把這個下面壓著 OK... 找他拿來 哈哈哈... 他先找我 哈哈哈... 我不知道 對... 然後這樣把這個往下壓 就是... 因為它不夠... 它不夠低嘛 所以才會拆起來 所以你把這個... 按下去讓它翹起來之後 然後壓著你 把這個下面固定住 然後壓這邊把它往下 現在... 現在有嗎 現在... 有一點是不是 哈哈哈... 那等一下幫你看 好... OK... 那所以... 那相反的一樣 如果你按著拉的時候 它沒有開起來 你就看一下 它下面這邊是不是離開這個 這邊有一個槓槓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直都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有... 不是... 如果你有... 一定有 你的樂器出來的時候 一定有附一個塞子 塞住這個... 塞住這個最上面 收的時候一定要把它放上去 我們都會講這件事情 因為... 除了新的... Selma... 不是...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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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YAMAHA之外 大部分的樂器都是突出來 新的YAMAHA... YAMAHA已經把它改到低於這個 就是... 跟這個一樣高 它就不會撞歪 比較不會撞歪 要不然這個因為突出來的關係 它很容易歪掉 所以... 你要先確定一下 是不是因為這個歪掉 才導致它... touch不到下面這個 所以它按拉的時候 變成推不起來 所以這個... 拉的部分會比較複雜一點 就是要看一下 如果你拉沒有跳起來 或是跳得不夠高的話 那... 要看看是不是這邊... 這個... 是下面變形 還是這一根變形 要先確定這... 這兩個問題 其中的理由這樣 對... 所以... 那個... 手拉... 按高音的手拉 是... 我們分辨脖子有沒有壞掉 最快的一個方法 對... 收蓋著... 拉要打開 所有的都一樣 Soprano... 都一樣 然後... 還有就是... 很多同學其實都會發現自己的樂器啊 如果你按... 按下去的時候 有什麼怪聲音 會有... 金屬撞擊的聲音 那... 肯定是有什麼東西掉了 對... 這時候要趕快把它找到 這樣... 最容易發生... 的地方呢 是在這個... 發... 大家按下... 發的這個地方 這個按鍵 你的那個... 右手的第一個手指頭 那... 你會發現它有一個... 連動的關節在上面呢 有兩個... 像球狀一樣的東西 然後下面有... 一個塑膠突出的東西 可能是橘色的 大部分是橘色的 大部分是橘色的 有兩根... 在... 在這個地方... 如果按著發的時候 會看到... 裡面有兩個塑膠的... 短柱有沒有... 如果你發現你只有一個的時候 就糟糕了... 這個真的很容易掉... 對對對... 嘿... 那... 這個... 這個如果掉了的話 你一定要去找維修師把它黏起來 因為這樣子的話 如果這邊... 這邊這邊這兩個... 這兩個塑膠素少了一個的話 都會發生很可怕的問題 對... 那... 下面的這個塑膠素啊 如果掉了... 下面的這個如果掉了 你按降隙會沒有用 降隙的時候會出不來 因為它沒有辦法幫你連動上面的隙 會蓋不緊 對... 如果你是上面的這個掉了的話 你的那個收會有問題 伸收跟兜會有問題 它會翹起來 對... 所以這兩個都不能掉 那為什麼會掉呢 就是... 因為你... 太愛護它... 太愛護你的樂器 然後插樂器的時候 很認真的去到處插 然後它容易兜掉 對... 所以說跟大家講說 不要那麼愛護樂器 對... 不用插得太那個... 細太認真這樣 對... 因為你插得... 插得... 插得太認真很容易勾掉的東西 彈簧啦... 軟木啦... 都很容易勾掉這樣 所以... 最好的方法就是你... 吹完樂器 吹完樂器 不管你是要離開... 欸... 如果你是要離開五分鐘去上廁所就不用了 如果你是要離開半小時以上的話 你就把水吸一吸放樂器盒裡面 就不會有落成 就不需要去這樣裡面這樣插 裡面就算有落成 其實... 沒有太髒的話 你也不需要這樣插 因為真的很危險 很多東西容易被戳掉 對... 對... 好... 請問一下那個... 露氣有什麼判斷 欸... 有一點... 有一點氣... 如果露氣的話 很明顯你的低音一定會難吹 或者是說 你發現你按到第幾個音之後 就變得特別難吹 那... 那個音開始就表示那個音的附近已經露氣了 再往下都會難吹 請問一下... 嘴巴旁邊... 吹嘴旁邊有一點露氣的感覺 那... 你說兩邊嘛 兩邊是因為我們... 這邊沒有避的痕跡 避的痕跡 對對對... 所以會有一點氣從這邊露出來的痕跡 那個還好 那個只是你會比較好奇而已 對... 那個還好 好... 昨天主要... 昨天主要的問題 喔... 還有就是... 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複習的時候會再跟大家講 就是... 有很多同學已經在練抖音 那... 練抖音的這個事情 就是說... 你在... 反正我們在大家一起吹的時候 如果你有練抖音的話 你在吹的時候遇到長影 你就盡量吹 把那個抖音吹得很誇張都沒有關係 因為練習的時候 你一定要做... 把抖音做大 做誇張 要不然的話... 其實... 我們自己在吹的時候都覺得 我有抖啦 可是觀眾其實還沒有感覺 對... 觀眾可以接受的抖音其實比你想像中的更大 對... 所以... 練抖音的時候盡量先把它練大 以後再收都會好收 但是如果你不練大的話 它永遠聽得到 對... 主要是這樣 想到什麼... 喔... 想到什麼再講 呵呵... 等下... 然後等下... 自由練習的時候再一個一個抓 看為什麼你再跟大家講 好... 我們今天看一下這個... 女人花這個譜 那發了... 大家都拿到了Auto跟Tenor 都有拿到嗎 Auto跟Tenor都有拿到 是因為... 如果大家可以先看Tenor的譜 你會發現Tenor好吹好吹非常多 其實Tenor的吊號是比較好的 因為...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美艷芳的聲音唱得很低 所以它在... 如果它記得的話 我們之前發過一次那個譜 它的低音有一個拉子下不去的 對... 對... 導致整個曲子變得沒有辦法吹 但是... 用別的Key呢... 其實... 其實如果你要好吹的話 就是吹Tenor的那個譜 所以Tenor跟Soprano今天吹一定會很舒服 因為你就是落在很好的Key上面 所以... 你Auto如果要吹的話 我會建議你... 吹Tenor的那個譜 但是你去改... 伴奏 把它改成降A調 對... 降A調 那就是... 如果你Auto吹Tenor的譜吹降A調 那個Key就會很好 對... 因為它剛好是... 等於是... 往上移4度 所以... 你把它收拉降A調 對... 好... 但是呢... 今天先辛苦一下 大家... 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個... Auto今天會比較辛苦 你會... 有一個上移8度的... 對... 然後那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有講到就是說... 那... 法律動S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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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有拉... 對不對... 那如果你... 嘔頭沒有拉... 那你又要說拉怎麼辦 那時候是... 用腳蓋 對... 但是有一些同學... 你是新的同學... 或者是中間兩年同學我不 在的時候... 可能不知道有沒有講到這個 就是... 這個技巧是有人用啦 但很奇怪就... 因為很醜... 我們最低的音是降溪嘛對不對 那莎士風的原理就是在於管子的長度 造成它氣流的這個量 還有一個關係是流速 所以如果你讓流速變慢的時候 它聲音也會變低 所以我們在吹到最低的降溪的 希拉索帕米瑞都吸降溪的時候呢 然後你用腳蓋一下 你就可以把它蓋到拉 只是這個 突然讓人用音的說這樣 是真的可以喔 你看 我知道的是那個誰 日本最近那個誰 虛川展野大師要來 他有表演過這件事情 就是用腳蓋住那個浪 這是一個很神奇的idea 但是 昨天晚上發現同學更好玩 他說就拍一個人在旁邊拿一塊板子 拉 遮一下 這樣比較快 就不用這麼醜 好 來看一下這個體質喔 先講一下反覆順序 反覆順序是 從前奏下來 可是你發現前 反覆記號啊 在前奏第六小節就出現了 是因為中間間奏的時候 其實他會再回到前奏 所以我從這個地方進來的話 不會比較 不會那麼密一點 所以前奏下來有兩行對不對 然後到了第二行的最後一個小節奏 就開始我有花一朵 開始往下 跑跑跑跑跑 那 副歌其實是 第一次跟第二次的副歌是完全一樣的 可是很討厭的 就是他第一次要進一房的時候 你看到一房那個夢 夢三拍對不對 後面還有四個空拍 就那個小節最後一拍 還有下一個小節的前三拍 等於是他多就空了一個小節 如果你看二房的話 你會看到那個痛之後 痛三拍之後就直接接女人 有沒有 他就沒有那個四個零的這個空拍 那所以第一你要接一房跟接二房的時候 要小心這個跟 我們之前哪一首歌也是這樣 他會那個 第一次的時候多停一個小節 第二次沒有停 這你會幫 喔謝謝謝謝謝謝 對對對對對 那所以其實副歌是一樣的 除了歌詞不一樣之外 那個句子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邊進來的時候 記得第一次要多停四拍 然後第二次其實就是跳到 等於第二次反覆過來之後 你就要直接遇到這個地方 十六小節完了之後 你就要跳到第二頁 第二頁就是往下走完 那往下走完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因為這首歌其實他很簡單 他沒有那種 A B 跑出C段來 他沒有C段 他就是A B A 就回來 可是因為這樣子 這個曲子就太短 所以為了加強他的長度呢 在五十三小節之後 升Key 往上升一個全音 對 那本來這首歌就是降E調喔 所以降E調的話 本來AUTO是沒有升降音的 然後你升了一個全音之後 你本來應該有兩個聲記號 可是因為呢 他是用五音寫的 所以他跳過了C那個音 所以升過去之後沒有D 所以你沒看到升D 但是結尾是RE喔 所以他是一個C大調轉D大調 結尾是RE 他是標準的 只是你沒有看到升D 因為沒用到那個音 對 好 然後 如果在裡面呢 比較大的問題還是指法 就是 到高音的RE 高音的升RE 高音的ME的時候呢 那個 RE 如果 你只按後面的高八度鍵 什麼其他的都不按 這是升D 對不對 然後呢 RE在這裡 那 RE在這裡喔 記得喔是往下按 不要推 不要推 推了沙通就跑了 往下按 然後順勢把你的 食指 轉過來 左手的食指轉過來 他就會按到升RE 所以這個動作是這樣 往下再轉 往下再轉 這樣就有RE 升RE 然後ME是 右手邊最上面的這一個 RE RE ME 不是說RE RE 阿ME在這個喔 不是喔不是這一個喔 是右手上面最上面的這一個 對 所以 等一下那個 如果指法有不知道的話 可以問一下旁邊的學長姐 這樣 你們在哪邊 哪一點開始變變 欸 54 有畫雙線有沒有 53小節 那邊有個53 53 SIDO RE ME一個過門之後 雙線之後 就所有的8都要升 所以你們看到 在雙線之後所有的8 前面都有加一個警號 就是要升的意思 好 然後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之前發的時候 有拿過之前舊的譜 會記得我們有發兩份 一份是簡單版的 一份是複雜版 這一份是直接就發複雜版 因為大家已經吹了一個學期過來 簡單版的 版足不了大家 所以吹複雜版 所以複雜版就是我們把一些 轉音間樣的把它寫出來 所以大家等一下聽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音符特別小 有兩條線 或者是有 閃電符號的 或者是有 會有那個裝飾音的 特別聽一下 要怎麼樣吹這個東西 所以它音樂是變成E調 音樂本來就是降E調 後來變調以後變E調 變成那個降E升到F 往上 我剛才知道 生一個拳音 對 生拳音了 生拳音了 生拳音 一個拳音 一個拳音 那些拳音 對 那些拳音 很適合 那些拳音 太拳音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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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吹dó的時候,那個dó要吹出來的之前先把下巴放掉 所以它會變成這樣 我吹出來是按dó的音,可是我的下巴放到c 然後再推回來它就會吸dó 用下巴去推的 它會有一個on的聲音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用下巴做,你是用手做的 沒有關係,candy句就是這樣對不對 所以miso變成你要按miso cdó用這一個 dó用這一個 miso cdó 那c不要放掉 它就會變這樣 吹起來也是很像 所以如果你不用下巴的話也是ok的,你用手就好 中間這一顆cdó 那後面的dó就不用換回來,就直接用這個dó把它吹完 因為它有三個dó mis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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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一直用這個dó就好 這個dó其實也是日本的比較常用的dó是這個dó 他們比較不常用這個dó 他比較喜歡用這個dó 因為yamaha標準之法的dó是也這樣 所以這個dó也是可以用的 所以如果你要做miso do的話 要不然可以用下巴,要不然可以用手 那像在高音的re mi的時候呢 像它隔兩個小節有個miso mi miso mi高音的這個mi的時候呢 你就不要直接跳到mi 你可以從re re mi 但是很快的去做過去,你就會有一個移音出來 因為我們要按mi的時候,你一定是先這個這個再這個嘛 對不對 如果你是從這個一個練上去,你應該很習慣一個兩個三個 對,就是做這個動作,但是不要太快 一個兩個三個 一個兩個三個 雖然你已經練了的時候,你可能啪一下就可以下去 但是故意要做這個滑音的時候,你可以讓它慢一點 所以它就變成這樣 然後你聽到這個哦哦哦,就上去去 如果你是一起上去的話 就直接上去mi了 但是這樣的話,mi有一點沒有推力的感覺 所以你加上re,re再推過去 它就會有一個推上去的這個感覺 就是把這個動作慢做 好 然後 如果你是有tenor 像這個曲子呢 你要是要練那個 腳蓋這個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低八度吹 你吹起來就會像tenor 因為其實那個key很好聽就是拉我們下不去 有點可惜 對,要不然的話,tenor吹起來聲就很棒 其實我覺得tenor在這首應該效果是最好的 它要吹起來聲會這樣 會像這個key其實是比較好聽的 對 所以如果這首曲子auto吹起來其實會像soprano的sing 啊soprano吹起來就跟auto一樣 對 啊soprano吹起來就跟auto一樣 啊soprano吹起來就跟auto一樣 啊soprano一樣 啊soprano吹起來就跟auto一樣 啊soprano一樣 啊soprano一樣 66節你吹第四拍的時候是有拉長的 你說那個mi發mi的時候嗎 欸,因為其實它應該是要 發mi應該是一個mi最後面的裝飾音 所以我把它寫成是這樣就是mi是四分之三拍 然後後面的四分之一拍你要做出發mi 所以si re e si re mi mi la fa mi fa mi re 對,有點像是那個閃電符號但是做在最後面 要接re的時候才做 對,但是因為閃電符號通常是帶在音一開始的時候 所以我沒有辦法把閃電畫在後面 因為好像不太合理 所以我就可以寫成這樣比較小的音 對,那mi fa mi也是一樣 就是跟之前跟大家講過 就是mi fa mi也是像開半鍵這樣就可以 不用開到太大 開到太大的時候 一個是慢,一個是回來會有波一聲 如果你開一半鍵回來其實就有那個效果 發mi,再加發mi 發mi re 對,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本來就像 對對對 66本來就有 就是你會看到三條線 臉上三條線 十六小節也有 re mi re do 然後mi fa mi re 它前面的那個re有沒有 re本來是 我們看如果是十六小節的那個第四拍 它的re啊 它的re本來下面已經有一條橫線了對不對 有橫線的時候它就變成半拍了 但是呢它後面又加了一個那個負點 對 半拍再加半拍的一半 所以它已經四分之三拍了 所以剩下四分之一對不對 四分之一的時候塞了mi re 進去 對 所以它加幾條線呢 要加兩條 因為兩條變成三十二分之一 就是三十二分之一音符啦 可是其實它是八分之一拍 所以兩個八分之一合起來剛好四分之一 所以兩個八分之一合起來剛好四分之一 對啊 對 對 這一拍片這樣re mi re 對 那 因為這樣的音符很小 所以其實你想像的就是 它在re快要到do的時候 接近do的時候做 但是不要壓到do 就是re mi re do re跟do都會在拍點上 我一定要讓do在拍點上 re在拍點上 那mi re就要塞在越靠近do越好 對 那一樣的在66小節是 si re mi mi la fa mi fa mi re 我的mi跟re都要壓在拍子上 所以裡面的小的音符 或者不是在拍子上面的音符呢 它其實都不能移動到 然後它就是所謂的這個裝飾音 所以千萬不要動到主音 主音你都要壓在拍點上 這樣聽起來你就會跟拍跟得非常非常好 對 所以 呃 有節拍器的時候其實是 為什麼 節拍器其實是最清楚的 它就告訴你這個點 da 就要出來 mi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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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o 我就會清楚在 mi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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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o re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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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o 節拍器會很清楚讓你壓在點上 所以跟卡拉OK機的時候呢 你其實可以 像有的同學 聽到這個音樂出來 身體會動 很好 因為表示你在算拍子 只是你用身體去算拍子 很好 所以你在聽歌的時候會有些律動 在吹樂器的時候會有些律動 很好 你就跟著去動 你會抓到這個拍子很快 用你的身體去抓到 對 那你就記得你的音 如果要出來 像這種是很工整的曲子 你的拍子都應該壓在這個點上 剛剛好 這樣就是最好的 表示你跟牌跟得清楚 如果你發現 欸跟不到牌子 就知道 不知道吹去哪裡 好 OK 好所以今天就 這個曲子 然後大家 大家練習一下我們 10點50 10點50 現在因為曲子越來越多 所以要往前 10點50 回來吹 欸有沒有人要吹solo今天 有沒有人還沒吹到 有沒有人還沒吹到 沒有吹到 沒有吹到沒有關係 因為等一下我要一個一個走啊 所以要吹solo給我聽 所以等一下吹給我聽的時候呢 我會拿兩條椅子到外面 然後跟補架 所以你只要帶補來就好 然後 選一首你 不一定要我們上課的曲子 你覺得你現在最熟悉 或是你最想把它練好的曲子 這樣子 然後 因為不是要聽大家吹得好不好 而是想要 從大家吹一段東西 不用整首吹完 只要吹一段 那我們從裡面聽到 欸有什麼問題 可以是現在 改善讓你進步最快的 一個東西 對 主要是要聽這個 所以大家不要緊張 輕鬆吹就好 吹什麼都沒有關係 吹錯都沒有關係 對 好 OK 那大家自由練習 然後我等一下從號碼開始 喔是是 對 對 我等一下把它伸出來 馬上轉 好 我們一定 12月26號 最後一週要聚餐 對 一半三 最後一次上課 然後我們 26 對 12月26 然後你意見還是在檳榔村 到時候我會把那個 兔子在 一邊熱 放在那個 因為冬天比較冷 還是更加不外 所以我還是選擇在檳榔村 然後同學一樣 一到三首歌 就是 很想表演的同學可以切三首 然後那個新同學 如果你覺得 就能量可以 至少都要一首這樣 那這次我要改變 就是一次 不能一次吹兩首吹完 因為這樣大家都吹完就放鬆 都不聽別人吹了 因為一次 再輪第二次 然後一樣抽籤 所以在 現在同學可以開始回家準備 所以在 下禮拜 下禮拜 我會開始跟同學要 你們的那個 表演裙子 然後到時候 我們盡量 大家兩桌 一桌喝酒的 一桌不喝酒 喝酒的我會提供 一樣就是 那個 家裡泡跟 紅酒各一 這樣 然後希望大家 吹得高興 也能夠吃得高興 然後我希望這次 我常會定好一點 這樣子 好 謝謝 然後 因為實際上來講 我中間有 請假一次 那次雖然大家都 幾乎來了大概六成七成 但是因為還是有同學 看到請假訊息 所以沒有來 所以 應該是要補1月2號那一次 所以1月2號那一次就是 我再跟社大確認一下 因為1月2號可以上 隔壁班的1月1號沒辦法上 我們要演到幾號去 對 所以我再問他們一下 看這個 校圍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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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還是你有來啊 你有來啊 反正是 反正多 沒有來啊 校圍教學 1月1號